老子天地不仁,以万物为雏狗,到底什么意思?为何儒家成为正统? 中华上下五千年思想文化最灿烂的时期,莫过于春秋战国这一时期人才辈出,各流派互相争方斗愿各种思想,互相碰撞,其中最为出众的便是如,莫、明、法、道、 阴阳六家说起道家的最为大家所熟悉的莫过于道家思想的纪大成,这老子他所知的道德经,更是被世界阵绕,精英名流,其一领袖所崇拜。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雏狗,圣人不仁以百姓为雏狗,便是出自《道德经》的第五章,很多人从单字面上理解认为这句话是说当天的, 不仁词的时候会把万物当作狗来对待,统治者不仁词的时候把百姓当成狗来对待,其实这与其本意完全不同。 在理解这句话之前我们先要了解这句话中的,不仁,并非我们所熟知的不仁不义。 这里的,仁,知的是偏爱偏心因而,不仁,的意思就是不偏爱而。 雏狗,人意思是吃草渣的狗骨,时候祭祀用草渣的狗来代替活的狗作为祭品。 在祭祀前,祭祀还要仔细地打扮,他当祭祀完成后雏狗,就会被扔在地上被人随意踩踏,甚至被人带回家。 当柴火烧了如此,看来,天地不仁以万物为雏狗。 说的是,天地们没有偏袒之心,对万物,都是放任其自生自灭,自认为高贵的人也如同这。 草狗一般不论是被细心装扮,还是被随意丢弃,都不过是自然发展的结果罢了。 联系第一句话,圣人不仁以百姓为雏狗,的意思也明了了说,的是圣人们应该学习天道,无为而至,精神让百姓自由生存发展,顺应天地间的规律。